那這邊你可以發現 QQ 的收益還是比 SPY 高了一些 也許有些人就會認為說 只要投資 QQ 就可以打敗大盤了嗎?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? 哈囉,大家好,我是 Victor 那 ETF 一直是很多人有興趣的投資商品 也被認為是最簡單、最輕鬆 就可以投資獲利的一種方式 那的確,因為美股長期的上升趨勢 如果你有選到好的標的 長久下來通常都有一個還不錯的表現 不過在美股這麼大的市場中 要怎麼選擇 ETF 就是很多人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也常常會被同學問到說 這個 ETF 好嗎? 或者是可不可以用來存股呢? 好,那今天我們就拿最近比較多人討論到的 QQQ 與美國大盤的 SPY 來做一個比較 投資的話到底要選擇哪一個比較好呢?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SPY 跟 QQQ 分別是什麼 其中 SPY 大家應該比較熟悉 它是1993 年成立的追蹤 SPY 500 的 ETF 是美股中第一個上市 而且交易量最大的 ETF 當中的成分股 難誇了各個產業類別 比如說金融、科技、能源、醫療等等 長期表現也相對穩定 另外也因為 SPY 指數代表了 美國500 間的大型上市公司的整體表現 所以 SPY 也常常被用來代表美國大盤的主要基準 或者是有人會直接用大盤來稱呼它 那 QQQ 則是 1999 年上市 追蹤納斯達克 100 指數的 ETF 很多人聽到納斯達克會以為只有科技股嗎? 其實不是全部喔! 納斯達克 100 是追蹤納斯達克的前100非金融類的公司 其中大概只有五到六成是科技相關的公司 其他還有一些比如說生物醫療、非必需消費品、通訊服務等等 不過因為 QQQ 的持股比例是依照市值分配的 所以前幾名的科技公司還是占了蠻高的比例 確實是容易受到科技類股的影響 交易量也是美股中前幾名的 ETF 接下來我們來比較一下兩者的市值以及管理費 QQQ 的市值大約為 2000 億美元 那 SPY 則是比較多的一倍喔! 大約是 4,227 億美元 管理費的話 QQQ 要收取 0.2% 那 SPY 只要收取 0.09% 等於你每投資一萬就要多付 1100 元的管理費喔! 那我們簡單認識了 SPY 跟 QQQ 之後 我們就來一起看看過去幾年來他們的報酬率是如何吧! 那通過回測的數據啊你可以發現 從 2013 年到現在的 10 年中 SPY 跟 QQQ 的年化報酬率分別是 13.5% 跟 19.04% 也就是說呢如果你在 2013 年的時候投入 1 萬塊錢 並且你都有使用股息再投資的話 10 年之後分別會變成 3 萬 7 千塊 以及 6 萬 2 千塊 哇差了 2 萬多喔! 那如果把時間拉長以 20 年來看呢 中間經歷過的 08 年的金融海嘯 年化報酬率就會分別下降為 SPY 的 10.28% 跟 QQQ 的 15.04% 那這邊你可以發現 QQ 的收益還是比 SPY 高了一些 也許有些人就認為說 只要投資 QQQ 就可以打敗大盤了嗎?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? 我們可以先來了解看看為什麼 QQQ 的報酬率會高於 SPY 呢? 其實不外乎就是歸功於大家都知道的幾間科技公司 他們在這幾年來快速發展帶動了整個 ETF 的上漲 不過我們再仔細觀察一下這個圖片喔! 可以看得到不論是過去 10 年甚至是 5 年 那在跌幅最大的一年 QQQ 的跌幅都會比 SPY 還要高出許多的 那這個跟科技股的占比比較高也是有個很大的關係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想想看 面對這麼大波動的股價起伏 身為投資人的你,有辦法接受嗎? 我們再回到開頭講的很多人會有的問題 就是這兩者應該怎麼選呢? 通過剛才的回測數據你可以得知 其實兩者的長期表現都不錯 不過由於 QQQ 中的科技公司佔比較多 雖然報酬率高,但是風險也會相對比較大 所以這邊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還年輕,風險承受能力比較高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考慮選擇 QQQ 囉 不過如果你已經準備退休 或者是你的風險承受能力是比較小的人呢 那可能還是選擇 SPY 會比較保險喔 或是你也可以依據你目前手上持有的股票種類來做選擇喔 假如你本身已經買了比較多的科技股 那就會建議你可以選擇 SPY 來平衡手上的投資組合 當然你也可以說小孩子才選擇嘛 其實兩個都買也是一個方法喔 其實投資不難啊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先了解投資標的 並且長期持有才可以在股市裡面賺到錢喔 好,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有想看到主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,掰掰!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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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